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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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會帶大家去嘉道里的農場 嘉道里的農場是位於大埔林寸一帶 如果要走嘉道里的農場的話 大概要四個小時 有很多朋友都不經常去行山 行完山後都會周身骨痛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包括我自己在內 我都不是經常去行山 所以去行山的時候 必備要貼我們的膝蓋和止痛貼 大家都知道Professor Lee弄出了膝蓋 所以我做運動之前 我都一定會貼定膝蓋 不是去完才貼 是去之前便要貼 因為貼完一天後 都不會周身骨痛 在行山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世伯的止痛貼 貼在腳底下 腳底下 湧泉穴 貼了走一天都不會累 膝蓋也要貼 膝蓋也要貼 膝蓋也要貼我們的強膝止痛貼 貼一塊在這裏 如果大家擔心走到差不多 會抽筋腳武力的話 我都會建議大家 在小腿上貼一塊止痛貼 這樣便可以了 如果朋友的濕臟功能不太好 可能會喘氣 我都會建議大家 可以貼一塊護心寶貼在胸口 然後去行山 這樣便行得很開心 首先介紹一下家道理農場 其實很多香港的人 都聽過家道理農場 但有很多人可能都未去過 現在我先講講家道理農場的歷史 在1951年 賀里士家道理爵士 和羅蘭士家道理薰爵兩兄弟 創立了家道理農業輔助會 而家道理農場 正式在1956年便成立了 他們是希望幫助貧府的農民 提供農業輔助 使他們自力更生 家道理農場佔地148公頃 坐落在香港最高的大帽山北面 亦都是在臨村附近 家道理農場的好處是甚麼呢 就是帶人小朋友 甚至乎行動不太方便的朋友 都可以去的 因為那裏除了你自己行山之外 其實它是有一個穿梭的小巴 那個穿梭小巴會帶你游完整個交道理農場 基本上可以不用怎麼走 非常適合一家大小去玩 交道理農場每一日開放的時間 是早上的9點半到下午的5點鐘 入場費方面 一般的12歲到59歲收費是30元 5歲到11歲的話 就是收費15元入場 如果你是5歲以下 或者是60歲以上的長者 和合資格的殘疾人士 是免費入場的 家道理農場其實都是很方便的 可以乘搭以下的交通工具 如果你想開車去的話 要留意一點 那裏只有四個位置 亦都要預約 如果那裏沒有位置停車的時候 那裏真的沒有地方停車 來到入口處買票 買票是30元入場 如果要乘搭 這裏有一架巴士上山頂的話 就要多給10元 那就是40元一位成年人 今天其實是星期三來的 所以沒什麼人 在這裏入口處 至於吃東西方面 家道理農場在入口的位置 就有一個素食亭 除了在那裏有食物之外 整個家道理農場都沒有食物了 那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打算去三四個小時的話 那你可以吃了東西 然後游完游完之後 才再吃東西都可以 如果不是的話 亦都可以自己帶一些食物去野餐 那裏都有很多野餐的地點 現在大家就知道 家道理農場的一些基本資料 當你計劃去家道理農場的時候 第一時間 我們要考慮的就是 看一看這個原來觀光巴士的服務時間表 星期一至五、星期六、星期日和公眾假期都不一樣 那你就要去計劃一下 究竟你要幾點去到這個家道理農場 如果你想最早一班車的話 是9點40分的 那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就密些 大概都是20分鐘就會有一班觀光巴士 但是如果你是走進去的話 就要看著 你有機會就是要9點幾一班 11點幾一班 1點一班和3點一班 那你自己要小心時間 接下來我們要考慮的就是 你的建議行程是怎樣 因為整個家道理農場 如果你不坐觀光巴士的話 完全行上山區和下山區的話 我相信 來回需要四個多小時的時間 那都算是非常之高級組別 那我不建議大家這樣做 那如果你說 我既然是一家大小都適合去的話 那你不妨全程都是坐觀光巴士 因為這個觀光巴士會帶你去七個景點 然後每一個景點就會停5至10分鐘的時間 那全程的觀光巴士大概是一個多小時的 那你玩完這個觀光巴士之後 就會去到你那個中點站那裡 那就是一個下山區來的 那其實呢 那其實呢 下山區就有很多很多的東西玩的 那你就下 就是坐完過觀光巴士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在個下山區那裡 就是玩那些的景點了 那今天呢 那我自己的行程就是怎樣呢 我属于中级组 就是我坐巴士 上到上山区 玩完上山区的景点 然后 我就在第六号 蝴蝶园下车 然后我就走回 在下山区的位置 由下山区 走回到入口处 这样做法 大概坐车 大概坐了一个小时 然后走走 差不多两个小时 这个就是中级组 有三条路线 给大家选择 这个叫植物与我的温室 是我们第一个 Power Sport 里面有提到 生物讯息电池波 也是我们所说的 生物讯息 这个很漂亮 你看看 与植物沟通 第一个 第一个Power Sport 我发现到的 就是这里 也是说生物讯息的 与植物沟通 原来这里有一个仪器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仪器 它就是说 这个仪器是利用 电极棒接驳 食物的根部和叶子 探索食物产生的电阻变化 即是好像我们的MRA一样 有些科学家相信 食物能以电磁波 与其他生物 像人类那样互动 大家看到这个 我很开心 第一个Power Sport 我们看到的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所有生物讯息 因为植物也是生物 所以所有生物讯息 都有电磁波 亦证明了我们的 世白潜能 生物讯息 那个理论 很开心 今天第一个Power Sport 大家看到的 这部是什么仪器 其实是一些音乐 但是它这个音乐 它利用了不同的频率和震频 令到这里 这个花嫂树木的生长 这些工作人员说 11月这里就会开花 它里面 你就会听自一天 这个表现 这个草帛 这个草币 这种草币 这些很有趣 这个所谓生机缘 很小的范围 就是这样的 生机缘 一斗田 就是租用 但是由人子步 你可以一人一格 一人一格 他就是说自吸自足 我们每星期在这里工作十小时 就能生产足够五人全年素 我们下期再见 但是現在沒有蓮花呢? 本來這個也肯定是Power Sport 但是可惜,因為夏天才有蓮花 這個藝社就是做一些畫廊 就是有人開一些畫展 但是現在閉上了 其實這裏真的有很多地方 很多什麼館物館 如果你逐個館去參觀都需要一點時間 我們今天預計是坐1點半的觀光巴士 所以在車尾到之前 剛剛我們就帶了大家去7個Power Sport 現在1點半了,我們要坐巴士 蕨類植物小徑 B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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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er 這些就是蕨類 蕨類植物小徑 這個Power Sport不錯 這個Power Sport不錯 這些還沒出花 這個花 就是蕨類植物小徑 就是蕨類植物小徑 這裡全部還沒有花 這棵很漂亮 這棵很特別 這些是否就是開花 唯一有開花是這個 很漂亮 很漂亮 這張風格最多 這張風格最多 這裡漂亮 這裡 這塊Power Sport不錯 幾漂亮 這套 這套 多清雅 現在我們正在上家道理兄弟紀念亭 這個紀念亭在1997年才開設 即是我最後一次來家道理農場1979年 即是我未去過 這裏就是全國家道理農場最高的景點 562米的海拔 這條斜坡很斜的 這裏可以讓你坐在這裏看看 這裏走上去凌宵極 過拱門吧 大家不要走錯 不過你問我這裏的Power Sport 就不是很厲害 上到這裏 雖然說是最高 但因為那些樹太高的關係 其實大家都看不到 看不到很清楚元朗 其實大家很遠處 隱約看得到一點 讓我放大 大家看到對面這個山頭是觀音山 在觀音山的左邊 看到這些屋子 其實那裏就是元朗 啊 就是這個庭 這個庭 我做微宿也有這個庭 在這個家道理兄弟紀念庭呢 我們其實可以由這個零宵徑 走去觀音山的 這條徑就是一條小徑 大概就是走九個字左右 去到這個觀音山的 如果不想走的話 就可以坐回觀光巴士去觀音山的 現在來到這個就是觀音山了 這個觀音山就是看著元朗那些稻田的 上一次我們去拍攝這個鳳眼南花海 其實鳳眼南花海的那些田 對上就是觀音山了 這裏就看得清楚了 這個power spot就漂亮了 這裏下底就是元朗了 好可愛 是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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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音山這裏真是蠻好 這裏是一個Power Sport 這裏走三個圈 人就心抗神疑了 任何 Beck放神 握一下 太陽 紅燈 洗手機 洗海機 洗水 洗衍 字幕收睇 這個Powersport真厲害 看多漂亮 這裡有很多蝴蝶 這裡是生態境 是巨出的 如果我們不走車路 就可以走這些小徑 就是捷徑 下山 這裡是下底 這裡就是我們剛才 那裡的green houses 這裡可以 這個可以 這個很複雜 你看在上面那枝 這個是在上面的樹枝 掉下來 然後 它會轉圈 你看 多複雜 這裡好像血管一樣 走了 也有差不多九個字 那就要下來休息一下 雖然是一些石級 但是它一級一級 也挺大級 所以 對膝蓋的負荷也挺齊 所以 我勸大家慢慢走 其實這裡的路徑 真的很特別 大家聽到很多雞提的原因 是因為 我的左手邊 就是公雞的農場 我明白 對膝蓋的 都不夠 也知道 是 多麝 都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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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 對膝蓋 又不夠 又不夠 對膝蓋 對膝蓋 在这里有一条桥挺漂亮的 下去看看 这个power squat挺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广州中医药大学生物信息医学的教授 所以下一集大家留意吧 我Professor Lee在任何一集都会送给大家这个礼物 大家只需要在这里赞好留言和分享的话 我就会送一包止痛贴给大家 如果连续十集你都做同样的动作的话 我们还会送这个护心宝建帖给大家 还有如果大家有任何身心灵上的问题想问我的话 也都欢迎大家留言去我这个电邮信箱 还有就是可以加入我这个Facebook 在里面也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资讯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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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